以往的版本虽然有成型工具可执行冲压及打孔 但在2012版本针对此功能有做了更便捷的改善 可以看到目前的画面是直接进入到成型工具的属性管理 并且多了选项 例如旋转角度冲压工具的方向 比过往的版本更加的容易来设定及去做修改的动作 其位置上的摆放就如同一型孔精灵 可以运用点图源的方式来设定冲压位置 现在继续去做其他的冲压键 可看到2012的版本可将冲压键设定为主态 不再需要针对每个成型工具做独立的档案管理 只需用下拉式的方式即可将主态做切换 最后一样使用点的图源来设定 冲压锁摆放的位置即可达成